为了表扬友善职场等领域表现杰出的单位或个人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钟张同分署 举办第三届劳动典范颁奖典礼 今年一共有13个单位获得团体奖 还有三位员工获得个人奖 希望借由德江厂商的优良事迹 为产业升级注入正面能量 德江者开心借过奖杯 喜悦之情全写在脸上 有中章头区劳动界奥斯卡奖支撑的劳动典范奖 这一天举办颁奖典礼 期望借由德江厂商的优良事迹 为产业升级注入正面能量 我们希望发掘企业或是个人 对于我们劳动力发展 劳动力运用或劳动力开发 甚至人力资源或是人才培训 在这一方面的一个优秀的单位或个人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表扬 来激发我们其他企业的一个跟进 所以我们今天的表扬只是一个开端 我们希望每个企业都能了解 得奖单位他们在人才发展 或是人才培训上有什么样的一个作为 今年共有13个单位获得团体奖 以及三位员工获得个人奖 单位产业别横跨医药 纺织食品等不同专业领域 但相同的是重视员工资产 适才适所 让员工跟组织得以同步成长 那对于公司人才培育 还有所有员工对于教育训练的热情的参与 这一块有引起非常大的一个鼓励的作用 那我们希望未来这样的奖项能够持续的办理 能够鼓励更多的企业来做好人才的培育 因为一个企业最重要的就是人力资源 有好的员工有好的劳资关系 就会让企业能够稳定能够赚钱 那我们一起来支持这样的一个活动 主办单位表示 今年入围单位竞争相当激烈 可见中部地区的劳动力发展 有越来越优秀的趋势 期盼未来在产官学携手互助下 创造有品质的劳动力新局 介绍中环台中采访报道